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说起瑜伽,大家可能都会觉得,这是年轻女孩的晚意,其实,瑜伽有些动作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,大到糖尿病,高血脂,动脉硬化,高血压等影响生命安全的疾病,小到鼻痘炎,慢性胃炎,贫血,腰间疼痛等生活中的常见不适,都可以通过练习瑜伽得到缓解和治愈。 如此功效,让瑜伽分离全球。 瑜伽是一项古老的养生术,居本世纪初发掘的古印度废墟,磨痕苏达罗,出土文物考证,早在五千多年前,印度古代劳动人民就已开始从事瑜伽的锻炼。 他是印度国粹,在印度的深山密林中,经常有些苦行僧,潘西静坐在树荫下或泉水边。 尽管他们终年靠化缘波石为生,生存条件极其恶劣,但是寿命却往往高于常人。 其中有些人虽已连于花甲,依旧神采意义,精力旺盛。 据说,他们的生命之权源自瑜伽。 1976年开始,印度把瑜伽应用于临床,同时在心理学、神经病学、解剖学、再生学、外科、妇科等一系列学科方面,进行了广泛的研究。 经过对一万多病人治疗结果的调查证明,绝大多数患者的疾病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转和痊愈。 练瑜伽能让人保持年轻和健康。 印度有位教了70多年瑜伽的老师,被认证了吉尼斯世界纪录,称为目前最高龄的瑜伽老师。 96岁时的他看起来精气神十足,他说,这是瑜伽的力量。 现在不少中老年朋友都已经练起了瑜伽。 据报道,湖北湘阳75岁老太,康光英已经练了14年瑜伽。 康光英41岁,患上严重颈椎病,肩周炎。 练瑜伽后身体小毛病都没了,身体越来越好,还创立了老年大学瑜伽班。 今天为大家精选了几个动作,特别简单。 看电视在地上铺块垫子,或者躺在床上,花十几分钟都可以完成。 睡前坐十分钟,等于跑步一小时。 中医有个说法叫经长一寸,延寿十年。 因此,晚上睡觉前,进行几个简单的瑜伽拉伸动作,便能疏通浑身经络。 帮助减轻身体疲劳,起到促进睡眠的功效,还能达到按摩身体内部器官的效果。 练得好就会成为慢性病绝缘体哦。 睡前瑜伽拉伸 一,全猫伸展式 做法 这个瑜伽动作的要领是保持大腿与地面垂直,提升臀部,让胸部、肩部尽量贴近地面,拉伸双肩。 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。 保持这个动作五到十分钟,可以刺激脊椎,改善驼背和颈椎病。 功效 伸展上背部和中背部,打开肩关节,滋养心脏,滋养脊柱,刺激膀胱,以及手臂上的筋络,尤其是心包筋,刺激肩胛骨的肌肉群,缓解肩背部的疼痛。 二,猫伸展式 以跪姿俯撑在瑜伽垫上,保持双手、大腿与地面垂直,伴随均匀的呼吸,先呼气向下塌腰,仰头望向天花板,再吸气攻背,收紧腹部,收紧下巴。 两个动作为一组,进行十五次。 三,下犬式 先以跪姿立于地面,双手前伸,支撑地面,两手之间的距离比肩略宽,双脚打开越一个脚掌的宽度,吸气,臀部上提,伸直膝盖,保持肩部下压,收紧臀部、腿部,尽量使脚跟贴于地面,保持动作,坚持五分钟。 四,蝴蝶式 做法 之所以叫蝴蝶式,因为这个动作是模仿蝴蝶,缓慢振动翅膀的状态。 练习时坐在地上或床上,让两个脚心相对保持上体直立,双手握住双脚,让双脚上下摆动,每天坐五分钟。 蝴蝶式也可以做个简化,即双脚脚心相对,将上半身往前倾,持续十几秒, 如此反复进行三到五组,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,调整动作强度即可。 功效 促进血液流入背部和腹部,它有助于消除泌尿功能失调和坐骨神经痛,能伸展脊柱及下背部。 拉伸腿部内侧韧带,有效地刺激身上线体,还可以刺激经过腿部内侧的肝筋、脾筋和肾筋及下背部的膀胱筋。 对男性前练线有保健作用,还能调整女性生理器的不正常。 对于女性而言,蝴蝶式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,清理身体内部的卫生死角,骨盆。 还能恰到好处地锻炼了最难锻炼到的位置,宽度。 5. 人面失身时 做法 俯卧,双手放在肩膀两侧,手指尖尽量不要超过肩膀,保持双腿绷直,脚背贴地,随着下一次吸气,用背部的力量将挤住一节一节地向上卷起。 当骑到不能再骑的时候,用双手的手臂力量推起上半身,并保持,不要耸肩,每次保持三到五个呼吸,多练习几次。 功效 有效地挤压和刺激,汗腰肌,调整脊柱,刺激通过下背部和低骨的膀胱筋,肾筋,经过腿前侧的肺筋,皮筋,挤压和刺激肾脏和肾上线。 这个动作可以极好的缓解背部疼痛,头向后仰时可以有效地刺激甲状线和副甲状线。 六,脚趾蹲视 做法 跪坐 脚掌向后,坚持30秒,休息一会儿,再做三到五组。 功效 这是个引穴下行的妙诀方法 气穴不易一下子引到脚底,那就先行到膝盖 膝盖气血充足,离脚底也就不远了。 它能有效地加强足部以及脚趾和脚踝的承受力,刺激下半身的六条经络,挤压脚踝前侧,有助于打开脾筋、肝筋、胆筋、胃筋。 七,仰卧竖矢 做法 仰卧,弯曲两膝向外,脚底相对,双腿自然打开,两手舒服地放置。 动作保持一分钟,休息片刻,结合自身情况,做三到五组。 功效 仰卧竖脚是有助打开胯部,缓解因久坐造成的坐骨神经不适。 女性在通筋时练习这个体式,对腹痛有明显的改善。 特别提醒,这几个动作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做,但是刚开始做的时候,一定要在自己极限的边缘温和地伸展动作,千万不要用力推拉牵扯,后期可以逐步加长时间和动作强度。 从今晚开始,七个动作赶紧练起来,效果惊人。 三个动作,养颜保健。 一,抬腿。 睡前将双腿贴墙抬高,这个动作对于平时上班久坐,不爱运动的人来说,是非常简单且益处颇多的锻炼。 抬腿好处一,减轻浮肿。 长期的站立或者行走,会让我们下肢浮肿冲水,会让我们感觉酸胀发麻。 抬腿就可以有效缓解这些症状,还能防止下肢静脉曲张。 抬腿好处二,活血养颜。 抬高腿部可促进身体血液倒流回面部和上半身,能刺激大脑供养,改善焦虑,紧张,还能够起到滋养面部皮肤的效果。 二,垫脚。 垫脚肩这个简单的动作,对于我们平时极少活动到的小腿,有很好的锻炼效果。 可以疏通小腿部的筋络,拉伸腿部肌肉,也是能刺激足底各个穴位。 因此,晚上睡前,靠前站立,来回垫脚二十次。 对于有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,能起到非常好的保健效果。 三,勾脚背。 唐唐之前给大家介绍过,我们的脚上都有一个化血栓开关,医学上称其为怀棒动作。 这个动作可以有效促进整个下肢的血液循环,从而预防下肢生静脉血栓的发生。 久坐不动的人一定要坚持每晚做这个勾脚背的动作。 每两个为一组,做15组。 睡前一杯水。 除了睡前做一些舒缓而不剧烈的伸展运动,适当和谐助眠饮品,也能够让我们快速进入睡眠状态,安心睡上一整晚。 一,柠檬水。 润灶,防感冒。 柠檬富含大量的维生素C,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,用于改善气候干燥引起的咽痛、感冒。 柠檬的香味会抑制身体里使人保持抗分的相关激素分泌。 因此,睡前一杯柠檬水可以改善疲劳放松心情,并很快进入平稳的睡眠状态。 二,枸杞水,养肝护腥。 枸杞子能显著增加鸡糖原,肝糖原的储备量,有抗疲劳,护肝益盛的功效。 对于长期熬夜,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,睡前泡一杯枸杞茶,能有效地增强各种脏腑功能,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。 三,香蕉肉桂水。 盖善焦虑至失眠。 长期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,可以试试用香蕉加肉桂煮水服用。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甲元素,这种元素能够起到镇定神经,安抚焦虑的功效。 美丽的外表和不老的容颜都源于自律和坚持,希望大家都能通过这些小运动,每天睡个美容觉,皮肤,身体,样样好。 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